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自在不红尘》节目 随着新世纪的来到,围卷老和尚在十方大众殷切的齐情之下 清帅四众弟子,本着大智慧、大慈悲、大愿行的心智 成立了中国世纪佛教协进会 自此将肩负着开创佛法新纪元的历史责任 在今天呢,我们将为您报道 中国世纪佛教协进会的成立,集中台禅寺,善信雷大会的实况 欢迎各位的收看 面对新世纪的到来,也是新契机的展现,开创佛法新纪元 中台禅寺结合国内外各佛教团体弘扬佛法,发扬中华固有文化 新办公益慈善社会福利事业,成立中国世纪佛教协进会 中台山成立至今 由于护法善信发心广大,护持三宝 兴隆佛法护一余力 为增进善信弹乐之道业,并表彰长长年护法功德 特举行中台禅寺开创以来,第一次善信联谊大会 在护法善信广大发心之下,会场有七百多个摊位组成的大型亲子园优会 场面热闹缤纷,一片人山人海万头钻洞,盛况空前 大会在广场上 搭建了三个表演舞台 给所有共襄盛举,参加一演的热情朋友们 有各自表演的空间 其中一个舞台上聚集了七百位各族原住民朋友的山地舞蹈表演 他们分别来自泰亚族,台湾族,州族,北南族,阿美族,务农族,卢凯族等七个族群 还有协和工商,祥龙醒尸显锐的大型表演 巨龙翻腾舞动,仿佛在云端悠油 醒尸,灵巧可爱,犹如在灵中跳跃 参与的同学们更获得连副总统清赠之吉祥福包 及老和尚的祝福 精彩的表演备受肯定 除此之外,享誉国内外的桃园县北市国小武术队也共襄胜举 这批生龙活虎的国家未来主人翁 个个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广场上还有一群声势浩大 集合各种不同造型的五大洲族群融合表演 将整个活动气氛带到最高潮 庆祝成立大会圆满成功 庄严隆重的法会仪式传达平等慈悲的深刻内涵 中国世纪佛教协进会的成立 不仅是违绝老和尚的怨心 更是大众共同发心的成果 而这个会的创建更加提升了佛教的形象 在大会中进行恭送吉祥经 与佛前大共共僧大典等活动 将功德回向世界和平 真正达到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目的 阳之尽水赞在大会中遇会信众 至成的齐声唱颂 洪亮庄严而壮观 由主法武大使的慈悲主持之下 片洒甘露伐水 吉恭送八吉祥经 八吉祥经的经文是叙述 在摄卫国奇数级孤独园 与众比丘菩萨及诸天龙鬼神等集会 一听世尊演说妙法 世尊对摄立佛开世受持读诵 并为他人宣说东方八佛明号的功德 在佛说佛明经卷一也提到 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诸佛明者 世人现世安稳远离诸难及消灭诸罪 未来当得阿诺多罗三鸟三菩提 世人认为世事顺遂则为吉祥 反则为凶祸 欲得真吉祥应是行道得福 出离苦海才能圆成佛果 因此大众以恭敬心 虔诚心致诚的持诵八吉祥金 可以获得平安吉祥 增长福惠 以其消夜了夜化灾难于无形 我们也感谢李总统立临大会 关心大家 带给大会这么多的吉祥 温暖光明喜乐 我们也欢迎王金平院长 台北市长马英九先生 欢迎诸位长官的光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立大会李总统登辉先生心灵会场 以护国护教贺点 祝贺中台禅寺主持为绝老和尚 容认该会理事长 李总统并表示 当前整个社会一致提倡心灵改革 为净化人心而努力 中国世纪佛教协进会能够适时成立 其实也是关心 智力全体人民安居乐业的表现 伟贼法师 是侯教界 吉祥盛名的高增 多年来 以宗教家的情怀 创建 中台尝试致力 弘扬核华 推动 转修 教育 行邦 至上公益 为侯家团承 移鸿 艺术 进化人心 社会 向后 做出重大的贡献 广受各界的肯定 令人敬佩的 中台尝试 全部全神的 六十余家精神 藤阳和教 绝与的心怀 这些将后话 带到人群当中 使人人 都能心灵的 精华 允许 允许 烦恼 犹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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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 进而得到 关系 平静 对 安定人心 促进 社会 享和 更 自由 正业的贡献 今天 中台尝试 切合国内外 各合教团体 成立中国四季 合教协进会 研究 世间教育 发扬中华文化 为宗旨 制合教徒 主向学术化 教育化 科学化 意识化 及生活化 必能 使更多民众 获得精神的 寄托 与心灵的提升 使我们的社会 更和谐 更安定 感谢总统在百忙中 前来出席 中国世纪佛教 协进会的成立大会 国法有八万四千个法门 所以我们这次 中国世纪佛教 协进会 这也是为了 时代的需要 也是建立 一个法门 用这个年比的阻止 和我们啊 每一个人的法心 来推动 佛法 达到上丘小霸 直立了他的菩萨功德 所以这是我们成立啊 中国世纪佛教协会啊 一种姻缘 社会的乱象 与人心的黄祸 使得宗教信仰成为 人类灵修的重要活动 中国世纪佛教协进会的成立 正是希望促进佛法 走向教育化 学术化 科学化 艺术化 与生活化 让佛法落实在生活层面 达到处处有佛法的境地 使云英众生 得到民心 鉴性的依归 紧接着副总统连战先生 以世纪明灯鹤匾 赞叹为绝老和尚 对台湾的贡献 副总统连战先生表示 数十年来 为绝老和尚 苦修实证 不但以树德兼修的慈悲智慧 主持中台禅寺 同时还在全省各地 广设兼设 进化人心 这份大功德 真是言语文字 所难以形容 个人能够来参加 这个法喜充满的一个活动 和典礼 感到非常地荣幸 在这里首先 要向协金会 以及老和尚 表示由衷的祝贺之城 为绝老和尚 数十年来 在台湾 可以说是历经 堪坷 但是 他速得兼修 望重教诫 在台湾各地 不但主持中台禅寺 同时广设经社 还宣扬佛教 其免禅修 功德实在是无量 也没有办法 用文字 用语言 来形容 他的贡献 今天我们 中国世纪 佛教协金会 正式成立 我相信 今后 一定能够发挥 更大 无怨 福建 影响力 在这里 我个人 由衷地来欺负 这次法会 嘉宾 关盖迎集 由立法院院长 王金平 经济部长 王志刚 台北市长 马英九等人 所为政府官员 名义代表 及各界贤达 前往祝贺 六祖谈经说 佛法不离 世间法 故在修行 以建功利得的同时 大众要本着 慈悲洗舍的精神 自利利他 进而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这是李市长 违绝老和尚 对大众的其念 在福建里面 将福法不离世间法 所以要在世间上 同法 把福佛的慈悲 带到社会上来 必须要跟着社会的脚步 慢慢去前进 所以这次啊 中国四季 福教协建会成立 也是一样的道理 有这个协建会的成立 把我们的福法 从多方面的层次 使其多方面的人士 能够得到利益 今后发展的方向 第一个福法是教育化 把福法真理归类 从教育的角度来发展 第二个福法除了教育外 还要学术化 我们福法本来就是有很高深的 这种道理 我们透过学术的这一种理念 把福法归类变成学术 第三个我们福法要科学法 把福法用科学的方法 很有阻止很有系统 这样子透过我们每一个层次 都能够得到福法的利益 作为艺术法 就是要帮我们生活艺术 所有一切 不要透过艺术的这一种层面 来净化自己提升自己 所以我们山上又成立了一个中台 文化艺术是华战委员会 所以把福法艺术 最重要的最后一个是福法 有生活化 实际我们在日上生活上 能够得到福法的真实利益 我们现在中台山有四真心 对上一进对下一辞 对人一伙对死一真 如果每一个生活层次分着中台四真心 乃是既然不但是自己一个大福报 我相信任何一个团体都会深信都会发展 所以把福法推广到五种层面上来活动 我们可以把它归纳起来 也可以说是无法运动 从这个方面来实践 这是我们今天成立 我们中国世纪 佛教协教会的真正的目的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也是关怀的世纪 而中国人的世纪呢 就是佛教关怀众生的世纪 大众应以行菩萨道的精神为根本 推广佛法教育化 学术化 科学化 艺术化 即生活化等武化运动 使具有八万四千法门的佛法 随着时代的脚步与时俱进 进而开启每个人的自信佛提 永无退转 这次大会围绝老和尚 以新世纪的责任与展望为题 做专题演讲 真正的佛法 与究竟凡事一样 不过啊 开的方便说法不一样 在我们福建里面讲 八万四千个法门 就是方便法门 所谓啊 方便是有多门 是归远而落 无论是禅 无论是静 无论是教 无论是旅 无论是迷 万法归宗 到最后啊 就是不离开自信 无提 实相无相 通通是要万法归宗 在我们福建里面 教有几种层次上的差别 一个是奔教 奔具的福性 奔具的福性 人人都有 可是你们啊 充满了鱼痴 充满了邪见 福性不限钱 那三国的夹杂 就变成了人性 如果参生了邪见参生了 这个贪毒 吃毒 参毒就变成了手性了 所以要十四个个觉悟 由奔觉到失觉 由失觉以后到正觉 由正觉慢慢上求不大 成就菩萨的要奔正觉 由奔正觉然后慢慢才能够成为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我想今后我们复法二十一世界的走向 应该奔着了五花来推动 配合我们复法的决心 来做根本与我们中国十级佛教学经会 来做一个起点 来做一个依靠 所以这样子才是我们复法 对于我们今天成立世纪佛教学经会的真正运气和目的 也是对我们社会 来自于对人类对世界 一个提升一个贡献 也就是我们作为二十一世纪的 一个最大的礼物 宇宙预光明 中台禅寺除了致力于推广禅修与宗教活动之外 对于文化艺术的提升更是不遗余力 在各界支持中国世纪佛教协经会成立的热烈相赞之下 整合了弘扬佛法的力量 让十方善性的护法功德更加增胜 我们深信建立人间净土的愿景 将在每个人当下的那一念心中真正实现 自在不红尘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周再会 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